有時候不想那麼複雜或者比較容易 我會去超市買一包這些菜 已經洗好了 裡面有什麼白椰菜、綠椰菜、生菜、紅蘿蔔 一些西芹都在裡面 洗好了,我們回去一拌醬汁就可以吃了 不用洗不用切 除了蔬菜之外,我就做醬汁 是用來拌入蔬菜的 我就用了黃糖和比較好的黑醋 是西人的黑醋 大約用2湯匙的醋 然後用3湯匙的黃糖 拌勻 拌勻 等糖差不多溶完的時候 就試一下味道 不帶甜又不太酸 醋拌好之後 我們就 倒些蔬菜 倒些蔬菜 好 然後就拌勻 拌勻 拌好醬汁之後 就倒這些黑芝麻、薄脆、杏仁 下去 裡面有的 包起來 沙律菜 就做好了 可以吃得 嘗嘗味道 因為我用黑醋做醬汁 比較瘦身一點 好爽 好爽喔 好爽喔 好吃 有朋友就問 為什麼沙律菜 為什麼沙律菜 明明都有醬汁給你 為什麼不用呢 因為我覺得 用自己拌的醬汁 我用的是 意大利黑醋 即西人的醋 好爽 這個醋 跟別的果醋 不同 或者其他的西人 果醋 都不同 因為它裏面 有比較多的營養成分 多的維他命 這樣可以增加 我們自己的免疫力 少些病 即幫助我們少些病 還有它有多一些抗氧化的成分 那就幫助我們修復 還有建造新的細胞 加強我們的免疫力 還有將我們的身體 因為平時 多肉 小菜 我們飲食不習慣 身體很容易就變成酸性 那 喝多點醋 就能將你身體的酸性 就變成簡性 身體就更加健康了 所以我就用這隻 意大利黑醋 如果是有糖尿病的朋友 就只加醋好了 就不要加糖 它都可以平衡我們身體的血糖 對心血管就更加有用了